大连机车车辆厂的职工们 发扬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 试制成功ND型干线货运内燃机车 机车厂实行领导干部 技术人员和工人群众三结合的方法 设计制成了待用设备 克服了设备上的困难 完成了机体的加工任务 这台由两节组成的内燃机车的功率 为4000马力 它的牵引力大 用水很少 又不用煤 适合在无水区高原区行驶 可以改善机务人员的劳动条件 和铁路沿线的设施 广东省扩大了甘蔗耕种面积 产量获得大幅度增产 在甘蔗生长旺期 有的地方受到几次强台风的袭击 公社社员与风灾展开了斗争 力争减少损失 社员们使用优良品种 并在甘蔗地里市中绿肥 全省甘蔗长势普遍很好 获得了丰收 获得了丰收 俄北省郊河县 坡头镇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职工们 发扬革命精神 阴漏旧简 利用旧设备改装了12台新机器 使手工生产镰刀改变成为机械生产镰刀 过去生产镰刀是靠烧烘炉 扔大锤 一片镰刀要打700多锤 经过20多道手 手艺要求高 但打出镰刀的质量还不保险 成本也高 现在机器代替了手工操作 工艺容易掌握 提高了功效 降低了成本 用机械生产的镰刀 可以达到50公斤的耐拉力 不卷刃 不绷刃 质量显著提高 甘肃天水县西口人民公社 50里副大队的社员 十几年来 与穷山恶水作斗争 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现在他们继续发扬 不断革命的精神 大学大寨 艰苦奋斗 决心建成大寨式的大队 社员们 治山治水 大搞植树造林 今年要植树六万多株 社员们不怕困难 把一淡一淡的水挑上山 浇灌苹果树 决心把荒坡变成花果山 社员们与西河争地开出了这一大片水田 五十里副大队 学习大寨的革命精神 将为今年农业生产新高潮 贡献力量 江西省瑞昌县大桥人民公社 大桥生产大队的社员 在自力更生的大陆上奋战了十几年 用一条扁担两个桶 一把锄头两支筐 凭着铁肩膀 从赤壶挑壶泥 捞壶草上山 把红土壤变成了黑颜色 大队党支部书记胡华仙 十多年来 肩不离蛋 手不离除 带领社员艰苦创业 三八红旗手陈金香 老贫农程德才 铁骨头队长刘家兴 也适适走在前头 带头苦干 社员们把七百多亩棉花地 和一百多亩粮食地 都铺上了胡泥和胡草 他们烧火粪积肥 把天晴一块铜 下雨一包浓的红土壤 改造成肥沃的土壤 今年他们又给麦田 上足了肥料 力争丰收 大桥人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 锻炼了自己 精神面貌也大大的改变 社员们说 自力更生是我们的起家宝 这宝要永远传下去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